重视孩童就学环境的花莲县长徐真卫 南下会刊基础建设工程进度后 特别前往了浊西乡的浊青国小 和玉里镇的园城国小 视察校园的环境 同时提出了相关修缮的建议 也强调会全面的提供协助 让孩子在无风险的场域中 快乐学习 成长茁壮 许正卫视察校园第一站前往浊青国小 由校长郑嘉义陪同 针对无障碍坡道的高低落差 以及孩子们享用营养午餐的餐厅环境 要求教育处给予相关修缮协助 也鼓励学校争取基金会的图书资源 落实亲子教育 你抢好时间 那你的红紧好主要在整理 要整理 要翻 因为我们之前问过他们说 就在赛事前赶快再翻 第二站复原国小 由校长孙秉鹏视同陪查 徐县长除了视察校园环境 也进行学校申请教育部 美化校园的计划 除此之外 还特别欣赏孩子们制作的 朴实化创作 听着县长老师精辟的解说 县长也非常感动 更感谢所有老师 给予孩子们的指导 带领孩子生根艺术 启发孩子的艺术潜能 以及人格坚决发展 贴的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可以 可以去台北做美展 有 我们已经在筹划 要去上海 重视孩童就学环境的花林县长 南下会看基础建设工程进度后 特别前往浊西乡 浊青国小以及玉里镇的 原城国小视察校园的环境 并且也提出了相关修审的建议 也强调会全面协助提供 让孩子们在无风险的场域 快乐学习并且成长着壮 记者高雙雙玉里 卓西 采访报道